不好意思,因为中文不是很标准,那我知道现在已经很晚了,所以我会尽量快一点,但是我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因为怕有时候讲不标准,我需要慢慢讲,怕没有人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所以我需要先生就是感谢,感谢董事长,就是台中经济的董事长,还有特助,还有来总经理,还有旅副校长, 还有,不好意思,我看错了,还有周主长,各位来宾就是,应该是晚安好吗,好,我今天其实我要用的角度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好久没有演讲,所以不好意思,要给我一点时间,今天我的主题是How to make a machine tell a story, 但是我需要先从,我会用比较市场的角度来去思考一下我们的现在的世界,所以我们会慢慢看的,我这边我想要先分享一下,分享一下,我们就是有一个,前几年有一些research,有做一些research,有请一些就是受伤的,一些受伤的,来去大脑受伤的人来画画, 就是画一个flower,然后大家发现,就是有一些受伤的是,并没有办法用右手边的大脑来去画画的,然后就变这样的,最右边的,以后这么轻,就是被受伤的,就不能用左边的大脑来去画画的,然后就变中间这种style,以后一般的人,是用左边跟右边的, 为什么要说这个,是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机器虽然规格很重要,虽然我们的设计很重要,但是我希望大家都在台湾,可以开始考虑中小费者的角度,要怎么去印象我们的customer, 那如果要这样子思考,其实我们需要知道,目前我们的customer是用右手边的,还是左边的大脑,我想每个人都不一样了,应该在这个行业,很多是用左边比较多,为什么,因为左边是比较跟逻辑有关系,跟规格有关系,那大脑的右手边的是比较跟艺术有关,跟emotion有关系的,那目前我想请问大家,目前我们2000年, 2006年到现在,我们在怎么样的世界,我们的一般全球的小费者是用右手边还是左手边的大脑,左手,我们现在是一个left brain thinking的一个society,你可以看其实,大概是13th century,就是1200年的时候, 艺术renaissance,就是在意大利,欧洲那边的,是一个非常会用右手边的大脑来去画画的,是一个比较用creative的方式来去画画,后来就是到1700年的时候, 医术变了,因为是左手边的人出现的,以后就是医术就变这样子,就变平面的,所以你们可以看,原来是有深度,有个性, 然后到右手边,到右手边,到左手边的大脑,是变比较简单,比较平面为主的, 基本上目前的位置是从2006年开始打赏的,就广告的方式,广告的方向,就是开始从left brain thinking,就调到这边, 你们可以看,就是left brain thinking,原来的2006年的时间,都是用right brain creative的方式来去打广告的, 如果你们看电视,我想如果我们在台湾看电视,我们可以很明显就看到的,我们是用左手边的大脑来去做沟通的, 那比如说我们看,你们看电视,有一些比如说萤幕像Masterchef,我想大家都看过嘛, 小费子都很喜欢固定的节目,我每次都看Masterchef,我就知道会有评审,有几个人会煮饭,以后到最后有一个要离开了, 很多很多节目目前是这样子,不管是唱歌比赛还是煮饭比赛等等, 大家都比较喜欢稳定固定的规模,大家都喜欢没有就是很安全的做法, 所以Masterchef,我们为什麽大家都很喜欢听那些K-POP这些音乐团队, 都是已经很清楚,不是太creative,是真的它的format都蛮清楚的, 包括我们看YouTube,还是现在可能是看Spotify,因为它已经跑到Spotify了, 但是我们看YouTube的KOL,KOL现在的方式都非常固定的, 每次要上节目就它的introduction,它讲的内容,它讲话的方式都是固定的, 为什麽是因为我们目前我们人都是非常用左边逻辑型来去做确定, 来去看东西,来去消费, 以前不是这样子,以前最红的节目就是Friends, 那这个不是用左手边,是用右手边,为什麽? 因为这些show都是用emotion,Friendship,这种感觉, 那台湾呢?台湾也是这样子吗?其实真的是, 台湾是一个left brand thinking的一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其实我就是顺便去看一下政府拍的一些影片, 我们可以看Startup Island,台湾, maybe我们可以到下一页。 如果你们看这样子影片的设计, 你们觉得是用左边还是右边来看的? 并不是,是左边比较多了,因为非常平面的, 非常平面的,没有深度。 虽然我们要开始,就是要比较活泼, 要用一些比较活泼的颜色, 但是不好意思,我必须讲还好, 就是也许代表政府就已经走了, 已经不在这里,我可以讲话比较直接一点的。 现在看台湾的广告,不是台湾而已, 但是我在台湾,所以我只能讲台湾, 台湾的广告promotion是非常非常一般般的, 用左边的来去做。 所以我们在讲鬼狗,我们说我们很棒, 我们的slogan其实目前如果是用左手边, 一般的slogan是用名字, 所以都是什么什么innovation, 什么什么fight,什么什么future等等, 这个是用左边的方式。 如果我们要用右边来去跟消费者沟通, 还是跟buyer沟通,后面要有一个新弄子。 like grow, win, excel, 不是microsoft excel, 所以我们需要用这样子的思考, 因为其实看一些案例, 就CNC的案例, 很多slogan其实几乎都是 authenticity, innovation, quality, 等等的。 其实这里有进步了, 但是还是一样, let's share positivity, we care, 这个是一个进步的。 所以那左边会, 因为我们是用左边的, 其实什么是最重要的, 就是simplicity, 人家都很喜欢很simple, 在台湾我们做沟通, 我们在介绍品牌都喜欢很简单的。 我不知道你们应该有记得这个活动吗, 就是应该现在还有, 就是可口可乐的新的纪念的一个campaign吗? 基本上这些人都是代表台湾的一些地区。 那你们看一下设计的方式, 不是很平面吗? 这其实没有深度, 我找不到emotion, 我找不到我们台湾哪里有很温暖的感觉, 其实没有了, 就是一些规格, 就是说我们甲义怎么样, 我们桃园怎么样, 我们台北怎么样,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们在高雄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这些都是用比较规格性来介绍台湾, 所以台湾真的有一段路, 如果我们要吸引人家, 让外国人觉得台湾是一个很caring的地方, 用这样子的做法, 我觉得并不会特别成功, 而且这个艺术家并不是台湾人, 以色列人, 你要介绍台湾为什么要用以色列人, OK, 其实为什么要听英国人来讲, 对不起, 我讲话, 不过不算了, 我住台湾已经太久了, 另外一个是就是台湾, 而不是台湾, 就是用坐手边的大脑的人, 很喜欢repetition, 就是希望我们一直重复, 我们讲话就是一直重复, 一直重复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现在, 很多年轻人很喜欢造Uber的工作, 还是food panel的工作, 工作很简单, 就是每天都一样, 下订单买东西送给人家, 下一个订单买东西送给人家, 其实也不用说实话, 我这边公司有一个部门是做设计, 你要知道设计是越来越难, 因为新的Generation Z已经觉得, 哇, 这样子每天都要重新想东西, 哇, 这很辛苦, 你就是告诉我我要做什么, 我用做A到B, 骑摩托车就结束了, 钱很划算了, 就很简单了, 所以这个是现在我们的世界的习惯, 不止台湾而已, 那其实我要准备来这边, 其实也有去参观一些, 就是不好意思, 如果你们在这里, 我不是特别对你们这样子, 我必须讲就是所有CNC的行业, 在台湾其实差不多一样的, 我遇到这个, 其实这个跟MOT比较有, 也有关系的, 我找Feeder的website, 其实我看到什么机器, 对不对, Slogan其实都很简单, 设计都很简单, 没有特别的深度, 那maybe有人会说, 那这个是因为Bio想要看这些, 没错, 但是如果每一页, 每一个客户的website, 都是这样子的机器, 我什么分得出来, 应该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讲, 我们等一下会看, 那不要说, 你看Feeder就这样子, 没有, 他有动态, 那其实我必须讲就是, 其实也要进步了, 不好意思, 不过我相信我们可以, 因为已经有一些计划, 特殊没有讲, 但是我们都计划, 没有跟你们讲, 因为太多警生对手, 不要跟他们讲, 对不对, 等一下明年你们会发现, 好, OK, 那其实包括是在国外, 但是你们可以看, 像这样子, 这件公司其实蛮大的, 一进去, 其实也是蛮规格性的, 但是有一点深度的, 做法有点不一样的, 会让我们觉得, 其实好像跟台湾的CNC machine, 不太一样的, 虽然技术也可能没有差太多了,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我们可以让客户, 有这样子很impressed的感觉, 并不是很困难, 不好意思, 我可能会超过20分钟, 不过没关系, 因为这个时间在, 在那个五圈路那边, 其实会塞车, 对不对, 所以到6点OK吧, 好, 我公司也在五圈路那边, 所以其实我觉得没错, 好, 然后我就跳过了, 我就快一点, 但是我需要讲, 从COVID出来的时候, 就是今年, 就是有一个很大很大改变的, 因为COVID的关系, 我们又开始, 是用我们的右边的大脑, 我们已经不是一直用右手, 做手边的, 我可以这样子讲, 因为其实, 只有我跟我弟弟在台湾, 我其他的family都在欧洲, 所以我可以, 我可以看得很清楚, 其实印象真的蛮深刻的, 好, 结束了, 有一个调查, 2009年的时候,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他们有做一些研究, 他们发现, 如果要做一些习惯的改变, 大概需要66天, 才可以是一个真正的大大的改变, 以后long term的改变, 那你们想一下, 美国人, 欧洲人, 其他国家, 都一直在家里, 在家里多久, work from home已经几天, 已经超过66天, 所以很多习惯已经变了, 那我担心一个地方, 虽然我们在台湾, 我们觉得我们很厉害, 因为其实还是可以出门, 其实我想, 一出去你们会把口罩拿掉, 对不对, 我想已经有这个习惯, 我们觉得我们这边很棒, 但是问题是, 我们的生活跟全世界都不太一样的, 我们很lucky, 但是我们必须了解, 在国外, 有被印象很严重的那些小费者, 这些buyer, 他们的习惯变了, 我们的习惯有办法follow吗? 有办法follow吗? 可能我们习惯变了, 我调过了, 这个是哪个牌子, 你知道吗? Wells-Royce, 我问因为中文不太会讲, 它的名字乖乖的, 老师赖斯吗? 是这样子讲吗? Wells-Royce, 是我国家的大品牌, 致命品牌, 已经好几年了, 这是去年, 他们开始做一些设计的, 一些转变的, 就是由中心设计他们的CI, 还有他们的logo, 包括他们的工彩, 那我等一下会看, 你们看, 去年其实疫情还没开始了, 所以还是用左手边的, 来去做设计, 所以我们会发现, 很多大品牌, 是用比较简单的方式, 中心做logo的设计, 比如说星巴克, 不是变得很简单吗? 星巴克已经没有, 以前比较复杂, 现在就是一个女生的脸就好了, 没有名字, 什么都没有, 它原来的, 不好意思, 我不会用这个, 它原来的是比较有立体的感觉, 比较3D的感觉, 以后到2019年就变平面了, 这是跟我们左边的, left brain的thinking, 比较有关系的, 但是, 设计, 其实都做一些改变, 就跟字体啊, 就是他们觉得这样子比较, 比较有速度的感觉, 我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可能是, 他说L跟E, 好像比较有速度的关系, 就是设计公司讲的, 但是有一个地方是, 他们都没有跳过, 就是那个RR, 其实也可以弄得很平面的, 但是他们觉得, 它的value, 它的价值已经一百多年, 我们不想要去碰它,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我们看市场的趋势, 虽然大家都变平面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看自己说, 我们的消费者, 就是哪里, 他们看着我们, 哪些地方是比较有价值, 不要就是放弃了, 所以他们还是有保留, 这个我, 对不起, 我要堆这边吗, 我觉得比较好玩的, 现在我们的世界, 有一点变了, 现在我们的me too generation, 什么东西, 我们做设计, 也要特别注意很多东西了, 对不对, 所以你们可以看, 他们说我们中心设计这个logo, 我们花最多时间是中心设计它, 本来是一个女生, 一个angel这样子, 他们说, 我们现在我们在设计, 我们要注意, 它是太瘦吗, 还是太胖, 还是太女生的, 又太白, 还是他们觉得太多, 他们说他们花好几个月, 好几个月去设计这个logo, 我们这边也要考虑这一部分的, 我们现在跟消费者沟通, 我们跟buyer沟通, 现在有很多习惯, 是变得很严重, 小费者现在比较注重的, 现在是real authenticity, 你在家里没有办法跟人沟通, 已经是一个很痛苦的感觉, 以后其实规格, 并不是我最care的, 现在是你们公司, 真的是有关心我吗, caring还是比较重要, 我当然知道, 要卖机器, 也是要花钱, 也是要good quality等等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不够, 现在buyer比较注重的是authenticity, 中文不太会讲, 但是authenticity, real的意思, 我们其实今年有开始跟皮力, 做一些沟通, 因为皮力要到国际市场, 那皮力最近第五代, 他们的规划是用online, 也要是用online marketing来去promote, 他们想要用影片啊, 还有一些cartoon啊, 还有一些online gaming啊, 博弈啊, 来去推荐皮力到国际市场, 但是我们发现因为疫情的关系, 现在欧洲市场, 美国市场, 并不想要玩游戏, 他们比较care, 皮力是他原来的那些不代息的, 他们觉得哇, 不代息是很传统的一种文化, 很有感觉, 我觉得很正式的感觉, 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我们觉得玩游戏, 如果是影片还是游戏, 可能会比较成功, 到欧洲市场, 可是欧洲觉得没有不是, 我们最care的是这种传统很久以前, 比较真正的一种, 比较有emotion的一种文化, 所以人又开始变了, 就是我们哪天去云林的时候, 好厉害的, 不容易, 我们有试过, 好, 刚刚我又提Coca Cola, 对不对, 刚刚你们又看Coca Cola这个campaign, 你要promote在台湾, 这个是在South Africa, 南非洲, 他们的campaign跟我们台湾是完全不一样, 你们看台湾我们会说, 你到台中会看到什么, 台中有什么特色, 你到台北, 这个是台北人, 台北有什么特色, 是用这样子的做法, 南非不是这样子做, 南非他们去思考, 他们说, 他们说现在我们Coca Cola, 是跟relationship有关系, 是跟authenticity有关系, 我们南非洲大概有11种语言, 11种语言, 在南非洲语言, 所以很多黑人就没办法跟其他的人沟通, 因为语言都不太一样的, 所以Coca Cola, 他们说是不是美国, 我们可以装可乐, 我们可以用人的名字, 以后就是用有点像KK音样的, 就是评言来去教育人家, 就是要怎么叫我的名字, 你是不一样的主, 那是你用怎么样的方式来去讲我的名字, 所以跟台湾不一样, 台湾会说, 我们台中有这些东西, 我的7-11, 台中的7-11, 只有会卖台中的Coca Cola, 南非洲不是这样子, 你到我们这个地区, 这些黑人的7-11买东西, 他们会说, 我教育你要怎么跟我沟通的, 以后我教育你其他的, 要怎么跟他们讲话, 就是有点像get together, exchange, sorry, 我的中文真的变很难, 太久没有演讲, sorry, 好, 另外一个是核心价值,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是我听很多, 其实刚好政府不在这里, 所以我可以讲, 我觉得我们台湾政府都很喜欢说, 我们看我们现在多厉害, 我们很专业, 我们很装心, 我们怎么怎么, 但是我觉得, 用嘴巴讲是一件事, 但是公司真的能做吗, 以后一直讲嘛, 比如说如果我们跟全世界就说, 台湾We Care, 因为疫情, 台湾We Care, 好, 我们是短时间一直讲这一句, 那现在外国人觉得, 好啦好啦, 你很厉害, 不要讲, 因为我们的人都在生病了, 以后一直说我们We Care, 好, 那还有呢, 你还要做什么, 就一直在等, 我怕就是到年底, 就已经没有人在说台湾We Care, 以后, 我看其实, 怎么讲, 好,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 那其实我有时候觉得, 我有做一个调查, 就是去问台湾人说, 你们觉得台湾这个品牌代表什么, 很多人有回答的, 大部分都说, 我们很热心, 很光怀, 就很caring等等, 但是说实话, 你真的去看台湾的国内文化, 就是内地的文化, 真的是很caring吧, 我觉得还好, 你知道你们开车回家, 你们看, 有几个人开车很凶的, 不然你们过去啊, 等等的, 台湾的traffic是最, 我在法国长大, 法国已经很严格, 我觉得台湾也更严格, 我看太多人, 比如说有店面, 以后再扫地, 就会扫到隔壁那边的, 对不对, 垃圾就返在隔壁, 这不是我的地方, 红灯, 有人会让人过去吗, 我已经跟轮椅公司合作了, 其实你有轮椅, 你用轮椅在台中, 你根本没办法去地方, 因为太复杂, 那个city planning就很烂, 所以觉得有时候, 我们CNC公司, 我们说我们是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 我们不要只有用嘴巴讲, 因为我们是代表台湾, 我们是代表台湾, 不要随便讲, 我们真的要想办法, 那这个我觉得是蛮特别的, 你们可以看这些是, 我这边写的, 其实562个大公司, 大部分都是美国公司, 他们讲的, 我们的核心价值, 是什么, 你们可以看, top one是, integrity, collaboration, customer, respect, 我问你们, 你们公司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有这些吗, 我觉得应该没有, maybe customer, 但是应该是, innovation, quality, service, 但是有哪, 有多少跟关系, 跟relationship, 跟人有关系, 现在我们的世界, 是开始用右手边的, 所以我们讲话不要太硬, 我们不是, 我们不要让研发部来去做行销, OK, 我们要用我们的行来去跟人沟通, 这个是台湾目前的特色, 那台湾展身也是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讲话, 台湾的大部分都可能会绿色这些, 那不好意思, 我选绿色就是因为, 就是方便了一样, 跟选举没有跟政府没有关系, 我想台湾在所有的, 所有的的value, 其实这些最多的, 可能customer, innovation, excellence, performance, quality, 但是跟人有关系其实不多了, 那你们要想一下, 目前外国人, 外国buyer, 包括日本啊, 还有东南亚, 我觉得他们现在最care的, 我看不懂中文, 所以可能时间到了, 不好意思, 其实后来就是一般的这些公司, 我刚刚讲的好听的, 但是后来有些做这个调查的公司, 的顾问公司有特别说, 虽然我们的核心价值是这么好看的, 比如说respect collaboration, 但是他们发现说一般的员工就说, 我们公司用嘴巴讲的, 但是不会真的去做, 那现在要注意, 消费者越来越care, 越来会观察, 你讲的话是真的吗, 还是假的, 现在美国总统就换了, 可能因为这个是一个大的原因, 你讲话, 你真的会做吗, 那可能这次也会有问题啊, 讲话是, 你不是总统, 你可以讲很多对不对, 但你是总统, 你还是压力很大, 所以我们会看, 不过这个也是要花很多时间, 所以因为时间到我, 我快速讲了, 其实我最近都在思考, 我们一直要讲, 我们是made in Taiwan, MIT, 但是我觉得, 是不是可以用不一样的角度来讲, 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说, 我们是born in Taiwan, 我们的机器是born in Taiwan, 不是made in Taiwan, made in Taiwan, 好像我们是执照业而已, born in Taiwan, 是台湾有一种DNA, 是可以带进来的, 我知道很奇怪, 听外国人来讲这一句, 就是奇怪, 应该是你们要来这边讲, 但是因为我从外国人到台湾, 主宰台湾26年的, 我真的可以看得很清楚, 你们的缺点, 还有我们的优点, 但是我说你们跟我们, 我们都是一起, 所以从made in Taiwan, 到born in Taiwan, 其实我觉得真的希望, 比如说OR, 还是你们这个行业CNC, 我可以说, 我们是台湾CNC, 我们这个行业是来自台湾, 我们是代表什么, 真的要想清楚, 不要说, 我们不要一起, 我有我的客户, 你有你的, 那就不要来放我, 我要紧整, 我觉得当然要稍微这样子, 但是也要看一下我们的, 怎么说, 我们的overlapping value是什么, 因为背后还是台湾, 我们还是MIT, 我还是希望以后, 你们大家都可以换BIT, born in Taiwan, 我觉得这样子比较有意思, 要不要跟政府讲, 我们一起来签一个paypay, 我们来送给蔡英文总统, 好吗? why not? 好, 好, 那这个我调过了, 调过, 好, 好, 我今天因为时间了, 不好意思, 而且我怕我最近讲话不标准, 因为太晚了, 我大概四点半准备讲话, 以后就已经, 扩台经已经过了, 我就是提醒大家, 你们可以看Brandtopia, 这个是我们的, 我们的品牌台湾目前在发展的一个新的campaign, 是他们的新的FB, 那你们看, 看他们你会觉得, 其实好像台湾现在有变了, 他们的做法跟一般的政府单位不太一样的, 我真的希望如果有机会可以去观察, 他们去做的是用比较不一样的方式,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那CNC其实也不一定是要用漫画的方式来去沟通, 但是最少是要去想, 我们的buyer, 我们的客户并不是我们以前的buyer, 他们有被影响的, 那现在我们要用心比较多, 要用深度, 比较省一点的方式来跟这些buyer沟通, 因为这样子是比较long term的result, 当然虽然我们可以买一重一, 还是给他们特价等等的, 这个是短时间的策略, 但是你观察customer, 你让他们知道我们很care, 这个很重要。 不好意思, 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 我最难过, 是我们说台湾care, 但是CNC没有太多公司是愿意用CNC来去做口罩, 那时候大家都却口罩, 不是每间公司都有特别去加入这个effort, 有几间公司有, 但是不是每间都有, 我觉得以后, 可不可以把这个CNC的行业就变成brotherhood, 我们是一个brotherhood, 一起到国际市场, 我会比较powerful的, 以后政府要好好包装我们台湾这个品牌, 这个是重点, 好, 我今天见到这边, 我知道你们都在line你们的朋友说, 晚一点, 晚一点, 好, 不好意思, 我不是白痴, 我可以跟你们要开玩笑, 好, 我今天我的演讲到这边, 谢谢,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